全油管最快新闻 台防务部门29日发布消息称 解放军军机在台海周边活动 越过海峡中线进入台湾空域 引发关注 引发关注 解放军公布的路径图显示 军机最近距离基隆43海里 台防务部门声称密切监控 解放军表示活动旨在打击 台独分裂势力 国台办否认海峡中线存在 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 该事件仍在发展持续关注中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